你十八岁就参加了冬奥会 而且还拿了奖牌 那你觉得冬奥会在你人生道路上面 除了奖牌之外还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 我觉得特别大意义 因为我刚才还在想 拿到奖牌非常高兴 对吧 是我可能人生里最高兴的一秒钟 但是其他的那些几秒钟 几个小时几天几年呢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 最重要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是冬奥会给我的这个平台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去让更多人接触这个运动 然后让更多人听到 我对这个运动的热爱 然后希望他们也能去体验 然后尤其作为年轻人 我觉得它促进了我的成长 也是让我 教了我就摔倒了 再站起来再接着去挑战 教了我信心自信和友谊 所以很多 我从滑雪学来的东西 我也想和其他人去分享 所以这个是我最大 心中最大的金牌 就是能有这个机会去改变 一些小女孩的 对运动的这些 对想法 或者他们怎么去看待 特别好呀 我觉得他们 等一下 是 李方慧张可欣 李方慧张可欣对吧 OK 因为我最后一趟没看见吴梦 因为我已经开始说了 对 所以张可欣是上一季奥运会已经去的 对吧 然后李方慧也去的吗 没有 没去 OK 李方慧是年轻的 特别有天赋 我特别喜欢看他滑雪 张可欣也是 他到滑特别有力量 然后也是很inspiring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也在从专举心学 因为这是我第一个冬奥运会 所以他有这个经验 他也就是有这个 怎么说呢 对 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也希望从他身上也能学一点 就是从开车以来 关于是积极的方面 积极的也有经验的意思 到几次 让你凭从这些 不同的身影 能积极的什么 包括这个消息 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对你 造成多一项 你的表现 可是在越来越多 谢谢 我滑雪是为了自己 我比赛是为了自己 我拿奖牌是给自己的 因为我训练的时候 我自己隔离的 我已经就一个人 没有教练跟我说 你必须四个小时训练 我是自己去做的 我是自己主动想做 必须做 知道我应该做 所以我训练的时候 我这个 冲冲上一比赛完了以后 我是主动 没有去做媒体什么的 或者做得非常非常快 因为我想去训练 因为我想做这些 所以我这些付出 都是为自己做的 然后 都是为自己的热爱 和自己的享受 那 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是比赛的时候 是为自己去做 完了以后 我说出的话 我用了平台 我给大家讲的这些 希望更多人能接触军选这些 这些是给 所有人 所有朋友们 这个是为了他们讲的 但是我自己的比赛 这个是给自己 所以 对 其他人 对我说的 负面或者不负面的 也都没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运动是我的 我做的这些动作是我的 然后这个经验也是我的 他们如果不喜欢 那他们 自己去做自己的吧 我想把世界做得更好 他们如果不相信我 或者觉得不对 那他们也可以 自己去把世界做得 他们想 怎么更好 那他们自己去做吧 别管我 对吧 对吧 所以 自己做成功 好 谢谢 谢谢